好 兩個有去跟你的錢的部分有關的 我讓紀大使來談一下 第一個就是台灣現在定存利率很低嘛 對不對 逼著大家要做一些別的投資 但你看大陸的存款利率也在降 最近最流行的是什麼 到香港去開戶 但是不要傻傻的機票買了就過去 因為你到了那邊是開不到戶的 你要去開戶的話得先預約 據說要提前一個月預約都不見得預約得到 因為基本利率非常高啊 像包括港元的定存 特別是美元的定存 年利率多少 9% 9%你投資股票一般都不見得能夠拿到9% 非常高 然後定存的最高年化利率 大概可以達到4%以上 這是一個均值 另外部分銀行有年利率7.2% 定存美元9%等等 所以吸引了大批各方的客戶到香港去開戶 你看到比方說中銀的中港成分行 每天早上7點鐘開始排隊 匯豐銀行要預約到一個月之後了 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 這是什麼 吸金的概念嗎 各銀行 不過大家注意到 幾乎利率高的都是短期的 都是短期的 那另外呢 這是大陸非常一個特別的現象 大家都知道逃難的時候 以前不是都老一輩都說要帶黃金嗎 中國人特別喜歡黃金 所以這是年輕人現在最流行的理財方式 就是金豆豆 你這個月有幾顆金豆豆呢 因為這個黃金我們看到這個稀有金屬 然後呢 年輕人的口袋又比較淺 可能買不起黃金元寶啊 但是金豆豆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 單價也比較低 所以很多年輕人把它當作自己存款理財的一個標的 尤其是你會很有成就感 比方說怎樣 來 我們把圖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金豆豆的圖 有沒有 你看 各式各樣的年輕人在網路上晒出自己的金豆豆 然後你看做的都蠻漂亮的 放到一個玻璃小瓶子裡面 一顆一顆的 有沒有 像這個年輕人就集了三瓶的金豆豆 我有三瓶金豆豆 一個月存一粒 有沒有 還有放下來 把這個實言都寫下來 然後另外你看到 放在手上啊 有沒有 放在罐子裡啊 這是目前大陸最流行的年輕人的理財方式 他們叫攢金豆豆 金豆豆又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變形版本 什麼金瓜籽啊 什麼金黃豆啊 各式各樣 再回到剛剛那邊 好 普遍的售價呢 大概人民幣就是四百到五百左右 重量大概只有一克 所以它的單價很低 但是你成就感很高 可以拿出來晒圖 又有這個理財的一些價值等等 所以呢 這個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 非常喜歡 目前集金豆豆的 這個購買的這個比例 已經從百分之十六增長到百分之五十九 就等於是六成 十個大陸年輕人當中 大概有六個都在買這個金豆豆 它不只是一個理財概念 同時它是變成一種流行 對不對 你有多少金豆豆 你集了幾罐呢 紀大使怎麼看 因為現在這個黃金的需求量高啊 所以它是看漲的啊 對 因為中國大陸 過去也大批的美債啊 買了大批的美債 可是已經連拋了一年了 我們待會還會聽到 對 因為過去曾經高達一兆美元的美債 現在連續拋 那拋的話都買黃金買回來了嘛 所以黃金現在在國際上需求量大 它的漲勢也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啊 而且這個看起來這個趨勢 美元作為大家的一個儲備的工具的這個信任度啊 正在被全世界拋棄當中 對 其實大陸 北京這國家啦 國家也在買黃金嘛 也在大量買黃金 對 國家在買黃金 那黃金價格就在往上 對 但是黃金有個問題 就它變現可能會比較有點困難 比較麻煩 黃金變現事實上不算難 對 因為我們在台灣 我們到銀樓就可以去買 對 其實隨便 你黃金是變現 算是它的變現率算蠻高的 對 但它畢竟不像是股票什麼電腦操作 因為它是實體黃金嘛 實體黃金 對 所以你還是要到銀樓啊等等之類的 而且要找自己信任的銀樓 銀樓 其實有的時候 黃金的波動也蠻大 但是如果說是戰爭時期的話 黃金保值的價格就很高 那是最穩定的 以前我們老一輩 好像在逃亂的時候 身上都帶著黃金啊 因為 黃金就換船票 黃金換船票 黃金這個貨幣貶值會貶 越貶那黃金越值錢 對 那你現在去金店 我因為前一陣子去金店 我發覺現在談這個所有的金 我們小時候看的金 都輕薄短小非常多 尺寸這麼大 可是它非常薄 拿在手上好像沒有重量 沒有重量 那 這個也是啊 這個一個才一功課啊 也是沒有重量的概念 但是因為它黃澄澄的嘛 而且你可以擠個一罐子 超有成就感的 對 就變成一種流行 因為黃金的密度是很大的 這麼一小塊以前 以前有時候瑞士金幣 我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非常流行的 那一塊金幣啊 雖然小小顆的重量很重 對 很重 現在我看你拿到很多黃金的時候 都覺得怎麼那麼輕啊 因為它要做得大一點 做得大 比較好看 對 以前都是金條了 那可見黃金 可見貨幣在不斷的貶值 黃金的價格在不斷上漲 而且華人對於黃金 有一定的信任度跟喜愛嘛 對 它是在動亂時候 最好的保值工具 對 那香港呢 香港是這樣 因為這個港幣跟美金是聯會的 對 它是釘美金的 所以美金現在 現在它的這個 事實上話 在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在怎麼樣 美國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暴力升息的時候 很多人都把他自己 本國獲取品牌去 去幹嘛 去買美金啊 日本的大媽很喜歡 幹一件事情 就是啊 去日本銀行借一筆錢 然後呢 日本的銀行利息非常低啊 比如說日本還有負利息 好 我跟你今天銀行借 我借一百萬日元 我的利息好了 一趴 我就換成美金 我拿到美國去幹嘛 我拿到美國去4.5% 對 套利 套利啊 所以就變成這個 你看一般的 森斗小民 大家都知道 用美金的升息在套利 那全世界在做 這種外匯也好 在做長期這種投資的時候 它是不是都把美金回流到 到美國去 對 所以美國經濟現在就是 就是其實美國人真的是 用光用這個美金的工具 真的坐在家裡賺錢啊 那所以可能大家對美金的這個 這個幣值啊 還是有信心的 因為不斷地回流 美金的需求不斷增加 那這個情況之下 那跟美國 給美金連動的這個港幣 他當然他也受賄啊 那所以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底氣 拿這麼高的這個利息 來這樣來吸收存款啊 因為他基本上是跟著美金的嘛 那當然香港基本上 這樣做的就表示 倒不是香港本身的經濟 給人家的這種啊 感覺是多好多好 我認為就是他這個 這個他這個 他這個貨幣本身跟 跟美元是連動的原因啊 對 但大家看到這個9%的 就是讓大家 叮一下這個眼睛一亮對不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加入一位烈恩 هنا 還有幾分拍拗 encontramos 有 RM mind 那是 所有 Kyiv 得知